新闻首先就是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塑六七卖疗场的炼制二厂 上午因为高压冷却管线破裂 导致部分氢气外泻 接触到空气瞬间起火燃烧 而且火势非常猛烈 巨大火球夹杂着浓烟 好几公里外都看得到 附近民众表示有听到连续好几声的爆炸声响 整间房子都在震动 吓坏了 这起意外还造成了两名工人轻微受伤 自行就医没有大碍 但县长张丽善震怒 针对空污开罚500万 大火加车的浓烟直寸天气 好几公里外都看得见 一团团的火球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附近民众一早发现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整个房子都在震动吓坏了 仿佛就要被大火吞噬般 员工们紧急被撤离 不过还是有两人受到轻伤自行就医后 幸好没有大碍 台塑六七卖疗场 炼制二厂上午9点左右惊传爆炸 随即引发大火 包括消防局总共出动23部的消防车前往外旧 多条水线外加泡沫灭火 透过空拍镜头可以看到 博士相当猛烈 初步研判轻火原因是因为加轻脱流制成单元异常所导致 自从相关的系细调产生泄漏洛发生泄漏造成 六七副总鞠躬道歉不过难凭居民怒火 县长张立善更是震怒针对空屋开罚500万元 因为这造成我们所有乡亲的不安以及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空屋法我们还是要寄出最高罚款500万 除了开罚 张立善也要求事故发生范围调查报告出炉前勒令停工 同时三天内一定要查明原因还要进行总体检 对于邻近的余温民宅等如有损害 六七得负全责 火势在四个小时后才获得控制烧毁面积约2000平方公尺 空屋开罚至于废水部分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记者郭正义与您报道